昨天說到小弟走了 謝曉峰要替小弟頂罪 大家都看著謝曉峰 這時大雨傾盤 沿著他濕透的頭髮流下來 流過他雙眼他臉 坐液分不清究竟是淚水還是雨水 他動不動地站著 也不知過多久 他才慢慢轉身面對著鐵開城 鐵開城沒有出聲 他不用出聲 有謝家三少爺在這裡替罪 紅旗鏢局上上下下 還有誰有說話說呢 謝曉峰突然之間問了他很奇怪的說話 他說 聽說鐵老鏢頭近年來 很少出來江湖走 就是為了親自教導你 是嗎 鐵開城鴨頭 他說 不幸 他老人家已經在兩個月前過世 嗯 但是你畢竟都已經成氣了 今天因為他老人家的教訓 晚輩時刻不敢忘記 嗯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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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好好這兩個字都不知說過多少次 聲音越說越低 他的頭也越低越低 他已經握緊雙拳了 這時 長街上迫滿了人 有些是紅旗鏢局屬下 也有些不是 個個人都看得出 這位天下無雙的名俠 心裏充滿了內疚和悔恨 已經準備用自己的鮮血來洗清 就在這時 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大喊說 謝曉芒 你錯了 蓋死的鐵開城 不是你 因為 亂 講到這裏 哎呀 聲音突然停了 好像被人用刀砍傷喉咬一樣 跟著有個人從人群之中衝出來 雙眼都凸了 他看著鐵開城想說話 但是連一個字都說不出 突然靠一下 他便踏低了 原來 已經有兩把刀插到了他背部 誰知 就在這時 另一邊的人群中 有人替他講下去 他說 因為紅旗鏢局的令旗 早就被他癫悶了 早了一聞不 wisdom 說到這裏 聲音又是停了 又有個人的血 軟軟地衝出來 踏了落地 蛤 世上偏偏有она不怕死 西面又少有人大喊話,他外表忠厚,內藏奸詐,不單止鐵老鏢頭死得不明不白,而此,啊! 這個人大叫著一面衝出人群,突然又是刀光一閃,就刺進了他喉嚨,不過北面又少有人替他接下去說, 還有啊,城西後面那座唐嬌的錦屋都是他買的,就是因為老鏢頭身喪,他不能不避免嫌疑,最近少去了,這樣才被胡飛承開移入的 這次講話的人顯然武功很高,已經避開了兩三次暗算,躍上屋頂了,又是接著說,正話,胡飛是怕被他殺人滅口, 所以才不敢說,想不到他還是難逃一死的死! 他一面講,一面向後吞,但是講到死字的時候,啊!屋頂上突然有一套寒光飛出來,從他後面刺進去,喉嚨那裡刺出來,哎!鮮血橫飛! 這個人,於是乎就滅滅滅滅滅滅滅,從屋頂滅了入街深! 嘩!眨眼功夫這麼久,已經有四個人血戰長逃,真是得人怕啊! 何況他們死得那麼悲壯,那麼慘烈?鐵開城仍是面不辨識,他說:「鐵二,一個健壯高大的標師立即走出來應他,你去查一查,這四個人是誰主使的,竟然敢在這裏顛倒黑白,血口噴。」 是,謝曉風出聲,他說:「他們若果真是血口噴人,你又何必殺人滅口呢?」 哼,你見到是被什麼人殺的?謝曉風突然整個弱氣一飆飆入人群裡面,致見他身形四起四落,哇!好像筷子夾豬肉那樣,有四個人從人蟲中飛出來,啪啪啪啪地踏在街深,他們的穿著打扮,也是紅旗標谷的標師那樣的。 鐵開城,鐵開城,鐵開城,居然還是神色不辨,他說:「鐵二,一載,你再去查一查,這四個人是什麼來歷,身上穿的衣服是點得來的。」 哼,各位,他們穿的這種緊身衣就不是龍袍,那紅旗標谷的標頭穿得,人家一樣穿得而已。鐵二呢,把口就說是,但是對腳就沒有動到,鐵開城就說, 你為什麼還不去啊?鐵二的臉上突然露出了很奇怪的表情,咬咬咬,大聲說:「我不用去查,因為這些衣服是我買的,謝大俠手上那朵朱花也是我買的。」 鐵開城,棉色都變了,他當然知道謝曉風手上這朵朱花究竟從哪裡來的。 對啦,謝曉風當然也知道,是他從貓一樣的女人的頭脫下來,當作殺人的暗器。鐵二大聲繼續說:「總標頭,給了三百兩銀我,叫我去天堡號買了這朵朱花和一隻玉額,剩下了二十幾兩,還傷賜給我。」 蛤,鐵開城買豬花?為什麼會落在那個貓一樣的女人頭上呢? 謝曉風突然一戳戳起鐵二,好像戳著一個紙扎公仔那樣,發一聲,飛起了四丈多高,上了屋頂了,馬上 的,捅捅pro,十幾路寒光,和他們腳底下擦過,哎呀,真是芽煙。 正說謝曉風如果出手慢一點,鐵二這陣子也被殺死滅口了。 飛了上屋頂都還未夠安全 他還未曾站穩 屋直後面那裏又是有一道劍光飛出來直刺謝曉鋒的喉嚨 劍光如驚雄 模擬是一位高手刺出來的 用的也一定是一把好好的劍 現在他們想殺的人已經不是鐵意 而是謝曉鋒 謝曉鋒左手就夾著人 右手就拿著朱花 看白這一劍會刺進他的喉嚨 誰知他右手突然抬起 用朱花的柄就托著劍尖 只聽到啪一聲 有一顆珍珠彈起到兩尺多高 然後又是一顆珍珠彈出去 兩顆珍珠凌空一撞 第一顆珍珠斜斜地飛過左邊 就打到黑衣人的右塞那裏 黑衣人一側頭就閃過了 但是怎麼都想不到 第二顆珍珠居然向下面打 打正他抓劍的手臂曲磁穴那裏 噴一聲 長劍落地 再擔個頭望下 嘿嘿 謝曉鋒你已經無影無蹤了 鐵開城呢 就站在油布遮下 他不動聲色 動都不動 一直站在他身後面 為他撐傘的那位標師 壓低一把聲說 呃 追不追啊 哼 追不到 好 又何必去追呢 但是這件事如果不解釋清楚的 真是怕很難服眾啊 若果有人不服 實無謝 好 各位 我們講講謝曉鋒 他是把鐵意帶去一間土地廟那裏 鐵意透過一口大氣之後就告訴他 被暗算那四個人 全部都是老標頭的舊部下 除了屋頂上面那個被殺的是標師之外 其餘那三個都是老標頭的鐵身隨從來的 兩個月前 有一天 又是翻大風下大雨 那一刻 老標頭似乎有點心事 晚飯的時候多喝幾杯 然後就去睡了 翌日早 就聽到他老人家死了的消息 本來 老年人走後發病 就沒什麼奇怪 但是當晚在後院當間的人 就聽到老標頭房裡有人吵架 其中有一把聲就是鐵開繩 鐵開繩雖然是老標頭收養的兒子 但是老標頭就當正他親生兒子 那他平時還算有點孝心 誰知道那一刻很反常 和老標頭吵起來 何況 老標頭的死因 如果真是走後病發 臨死前還哪有力去跟別人吵架啊 更加奇怪的就是 那一刻那一刻一直都發喪 鐵開繩都不准別人接近老標頭的屍體 連壽衣都是鐵開繩自己動手跟老人家著的 所以大家都認為其中一定是另有隱情 只不過誰都不敢說 那麼 謝曉風聽到這裡他問 當晚在後院當家的就是那四個人啊 是啊 就是他們了 老標頭的夫人呢 他們很多年前就已經分了房了 那麼其他人都沒有聽見他們吵架嗎 那一刻 那一刻 範大風落大雨 除了當家那四個人責任在身 又不敢疏忽之外 其他人 都喝了點酒 而且很早就去了睡了 那麼出事之後 標局裡面 既然有這麼多閒話了 鐵開繩當然也會聽到一些 當然也知道這些話是怎麼傳出來的 嗯 是啊 那麼他對那四個人 難道一直都沒有採取行動嗎 這件事無憑無據 他若果突然之間對他們有所舉動 就反為會惹人私疑的嘛 啊 他年紀雖然不大 誠苦好心 當然就不敢輕舉妄動 所以 在出殯之後都不到三天而已 他就另外找了個理由 將他們四個人趕出了標局了 他找什麼理由啊 說他們服裝其中 喝酒鬧事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呢 哎呀 他們身受老標頭的大恩 心裡面又有冤屈 就算喝多點酒啊 哎呀 當然有的了 那麼他為什麼不借這個緣故 索性殺了他們滅口呢 因為他不願意自己動手 等他們一出了標局 他就派了一個人暗中追殺他們了 哦 那他派誰啊 就是派我了 我真的不忍心啊 就是把四件血衣拿回去交差算數了 他叫你去買珠花 送給他的情婦 又叫你去為他殺人滅口 好 那當然 那當然 就把你當為他的心腹親信啊 是啊 我本來是他的書筒 自小和他一起玩大的 但是 哎 但是老標頭一生合意 都是我不錯的 我 我實在不忍心見到他的冤沉海底 本來我都不敢背叛鐵開城的 但是我見到他們四個人 哎 死得這麼壯烈 我 我實在 哎 講到這裏 他突然之間跪下 逛逛逛的扣了三個響頭 然後繼續說 他們今天 敢站出來 揭發鐵開城的罪狀 就是因為 他們見到了謝大俠你啊 知道謝大俠你 絕對不會眼白白看著他們 不明不白地陷冤死的 只要謝大俠你肯仗義出手 我 我死了都直了 講完 他突然從虛裏面拔出馬尖刀 反手一刺 刺到自己的胸口那裏 啊 怎知這把刀突然之間 就到了謝曉鋒的手上 謝曉鋒說 不理我應不答應你都好 你都不用死的 我 我就害怕謝大俠你還信不過我 只有用死來表明我的心意了 我相信你 但是謝大俠你一定要小心啊 鐵開城絕對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他的劍法比老鏢頭適年全盛時期還要快得多 可怕得多的 哦 他的武功 難道不是老鏢頭傳授的嗎 大部分都是 哎 只不過他的劍法又比老鏢頭多出了十三招 聽說這十三招劍法之毒辣 至今世上還沒有人能夠抵擋 哦 那你知道這十三招劍法是誰人傳授給他的呢 是焰十三啊 這一晚的喵晚 雨就停了了 夕陽下面就出現一彎彩虹 那麼很古老的時候有種說法 說彩虹出現 幸福和平就馬上見 十三面標旗 十三架標車 就停在一間客棧的後院 鐵開城就站在滴水的屋簷下 看著車上面的標旗 他突然說 拆了下來 那標師之中竟然沒有人敢去拆 鐵開城有時說 有人毀了我們一面標旗 就等於將我們千千萬萬的標旗全部毀了 此愁不報 此獄不洗 江湖中 就再也見不到我們的標旗了 他臉還是全無表情 講說話充滿決心 他的說話 仍然是命令來 十三個人一起走過去 十三對手同時去拔標旗 就在這時候 十三對手突然之間在空中全部停住了 十三對眼同時看著一個人 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你不讓他走 他偏要走 你想他不來 他偏偏就來的人 這個人 就是謝曉鋒 鐵二呢 是個牛高馬大的年輕人 龍眉大眼就英氣勃發 但是站在這個人身後面 就好像浩月下的營火 陽光下的蠟燭一樣 鐵開城看著他走進來說 你又來了 是 你應該知道 我一定會來的 因為你一定是聽了人說了很多東西 是 是非曲折 你當然是分得很清楚的 是 是 你手上沒有劍 是 劍在你心裡頭 是嗎 心裡頭有沒有劍 至少你應該看得出 嗯 心中若有劍 殺氣在眉間 你手中沒有劍 心中也沒有劍 你的劍在哪裏 哼哼 就在你手上 我的劍就是你的劍 是 鐵開城突然拔劍 他自己就沒有配劍 生死了老爸的孝子 身上當然不能有利器 不過他的隨從 都有配劍 劍的形狀很朴實 有經驗的人一眼就看得出 八把都是利器 不過鐵開城拔劍就並不是說去刺謝曉峰 每個人都見到劍光一閃 似乎已經脫手飛了出去 但是把劍還在鐵開城的手上 只不過是打了個關斗 鐵開城用兩隻手指夾著劍尖 慢慢地把劍送過去 送給謝曉峰 大家見到都覺得很意外 都很提心吊膽 認為他這樣做 簡直是等於自殺 只要謝曉峰的手 接著這把劍再向前一送 那他就沒有辦法避開 謝曉峰看著他 出之就慢慢伸手接過這把劍 兩個人對望著 眼裡都帶著一種很奇怪的表情 突然劍光一閃 由如春風吹過大地 急如閃電劈向山峰 沒有人能夠避得開這一劍 鐵開城也都沒有閃避 不過這一劍就不是刺向他的 劍光一閃就到了鐵耳的喉嚨 對了各位 鐵耳不是揭發鐵開城的嗎 不是希望謝曉峰為大家伸張正義的嗎 故事到這時候 真是複雜之極 那又知後事如何呢 我明天再講了